一命二运三风水,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,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十种招财旺宅的植物。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,没有什么比用一些漂亮的植物更适合来庆祝新年。 它们既赏心悦目,又可以进化家中空气。 除此之外,据说有些植物还能带来好运哦。 今天小酱汁给大家介绍十种能够招财旺宅的植物。 在新的一年,酱友们可以自己在家中也摆一盆。 1.发财树 发财树属于木棉科小桥木,原产于中北美地区。 发财树抗寒能力比较差,喜欢高温高湿度的环境。 对于幼苗时期,一定要注意保温。 等发财树成年之后,抗冻能力便会增加。 如果室外环境能够达到零上五度以上,就不会出现冻伤的情况。 如果在东北,冬季比较寒冷,发财树必须要在室内养殖。 发财树有大小两种,适合室外种植的那种高度可达五米, 在室内是无法养殖的。 但是还会有40厘米高的发财树,可以盆栽,比较适合在室内养殖。 只是其生长速度较慢。 发财树的风水寓意不用多说,从名字就可以知道,寓意着财富,聚财,提升财运。 俗话说,钱不是万能的,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室内种植发财树,祈愿自己的财运亨通。 如果在家里,办公室养上几棵发财树,在这个环境下生活的人就会更加精气十足,心情愉悦。 个人的财运也会提升,对家庭的事业有着很好的招财作用。 但是天上也不会掉馅饼,想要发财赚大钱,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哦。 2.万年轻 看名字就知道,这种植物寓意着长寿。 平时在家里种植万年轻,可以寓意着家里的老人长命百岁,身体健康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。 这种植物的精气也十分足,人如果神经气爽,好运也就自然到来,所以万年轻也有转运的寓意。 万年轻也非常适合送礼,在老人大寿时送上一盆万年轻,可以祝福老人如万年轻一样健康长寿,一年四季都健健康康。 万年轻这种植物,一年四季长绿,数多年长绿植物,主要分布在中国和日本,万年轻养好了是可以结果。 果实红色,花期大约半年,万年轻可以盆栽养殖,大约一年换一次盆就可以。 对于土质要求也不高,用辅液土和沙土混合就行,平时要注意查看,发现枯黄的烂叶要及时剪掉,以免传染其他精液。 对空气湿度有要求,平时可以多用喷壶再往年轻周围喷水,切勿不要阳光直射,长时间阳光照射会让叶片焦黄。 3. 富贵竹 富贵竹是龙蛇兰克,也是多年生长绿的小桥木。 富贵竹原产于非洲等亚热带地区,属于热带植物,后来由于其观赏性高,被大量引入国内。 富贵竹也非常好养,使用玻璃瓶进行水培即可。 我们常见的富贵竹有四种,银芯富贵竹,金芯富贵竹,银边富贵竹和金边富贵竹。 富贵竹喜欢阴暗,潮湿的环境生长,所以一定要避光。 不用太担心水量过多,但是要注意温度。 一般情况下,养护环境低于13度的话,富贵竹便会停止生长,影响根部吸水。 竹叶上就会出现胶叶、黄叶,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。 富贵竹的风水寓意则是观韵亨通,升官发财,有助于学业。 所以在单位当领导的人可以在家里或办公室养一些富贵竹。 对考学的学生也会有所帮助,可以提高气场。 助其金榜提名,由于富贵竹的养殖十分简单,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,所以也深得人们喜爱。 四,金钱树。 金钱树也叫雪铁玉,是长绿草笨植物,因其叶片小似铜钱,顾得名金钱树。 原产地在非洲雨量较少的地区,也属于热带植物,抗旱力强。 由于金钱树对水量要求不高,所以浇水时一定要注意,把握好不干不浇,浇水即浇透的原则,需要肥沃的土地,对施肥要有要求。 土壤的通透性要好,千万不可存水,否则会引起烂根。 金钱树惧怕寒冷,但是不要强光暴晒,比较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0-30摄氏度。 金钱树的风水寓意从名字就能看出来,也是招财的,寓意着招财进宝,裁员广进,比较适合做生意的老板养殖。 金钱树可以净化空气,吸收房间内的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,还可以增加房间内的负离子含量。 要注意的是,这种植物的枝叶会流出草酸钙的乳汁,对人体有刺激作用,千万不可食用。 敏感皮肤和有伤口的人要注意,尽量不要触碰到皮肤,否则会引起肿胀不适。 5.红韵当头 红韵当头属凤梨料,因为在绿色的叶子中会长出红色的花朵,也因此得名。 红韵当头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,适宜的生长温度一般在18-28摄氏度,最高不得超过35摄氏度,最低不能低于10摄氏度。 如果长期处于寒冷环境,会造成生长缓慢,变白湿涩的情况出现,严重会造成植株死亡。 湿度最好控制在80%左右,可以在红韵当头周围用喷壶喷水,增加空气湿度。 红韵当头的话语代表着完美,从风水含义上来讲,寓意着吉祥富贵,好运常在,做事情都会顺顺利利。 在家中养殖寓意着好事不断,运气爆棚,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着吉祥的锦鲤鱼,也有红韵当头的品种。 6. 仙克莱 仙克莱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,在市面上比较普遍,比较适合盆栽,在室内养殖。 对环境要求不是很高,保证环境凉爽,空气湿度和充足的阳光即可。 适宜温度在15-25摄氏度,湿度在70%左右就可以。 北方的冬季要格外注意,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,低于10摄氏度会使花色暗淡,飙落,高于32摄氏度,根筋容易腐烂。 仙克莱的风水寓意代表着迎接贵人,祈求好运降临。 花朵立于花金之上,好似群仙来赫,非常好看。 仙克莱不适于食用,其根筋部分会有毒素存在。 如果雾食会导致呕吐腹泻,请大家一定要注意。 7. 蓬莱松 蓬莱松属多年生惯木状草本植物,同样喜欢温润半湿润的环境。 对温度和空气湿度有要求,不抗寒,不耐寒,害怕阳光曝晒和高温。 20-25摄氏度为最佳生长环境,超过32度以上会停止生长,叶片会发黄。 蓬莱松要给予充分的水分。 花盆内千万不要积水,会导致根部腐烂。 蓬莱松的风水寓意是长寿,可以搭配菊花、康乃馨、鹤望蓝等植物一起包装成一个大花蓝,赠予亲人朋友。 祝贺其延年益寿,身体健康。 蓬莱松的摆放位置是有讲究的,建议摆放在客厅。 每个位置的寓意不同。 正东方向寓意着家庭健康,东南方向寓意着财富以及成功。 南方寓意着名声和学问,北方则寓意着事业成功。 蓬莱松不适宜摆放的方位是西南、东北和中。 这几个位置和蓬莱松相冲。 8.金桔 金桔属云相渴,主要分布在我国沿海地区,历史悠久。 金桔比较适合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,例如阳台、窗台。 如果缺少阳光照射,会导致金桔开花结果较少,花叶也容易枯萎。 虽然金桔喜欢阳光,但是高温对它也是伤害。 在保证光照充足的前提下,适当遮阴,对寒冷温度不太挑剔。 只要环境处于零上五度,不结冰即可。 金桔的桔,谐音是吉,象征吉祥如意,金为钱财。 这样一来,金桔就有了吉祥招财的风水寓意。 购买金桔之后,建议放在客厅或阳台,美观又极力。 金桔成熟后还可以食用,对心血管和高血压有一定的作用,生金止渴。 九,平安树,平安树也称兰羽肉桂,属张科植物。 主要生长在台湾南部,由于其属大型植物,最高可达15米。 后经改良,被人们在室内养殖做观赏用。 平安树是非常漂亮的圆境树,色泽亮丽,全株都有清香香气散发,非常适合在室内养殖。 平安树的风水寓意也和其名字有关,象征着平安和平。 由于其个体较大,比较适合在客厅养殖,祝福家人平平安安。 另外,平安树能散发香气,净化空气,保护人体健康。 十,幸福树。幸福树属紫微科植物,也有人称其为菜豆树。 喜欢高温,湿度大的环境,怕寒冷,怕干燥。 土壤需使用松软肥沃,排水通气性能好的机制土壤和杀制土壤。 幸福树还有清热解毒,消肿的功能。 如果不小心在野外被毒蛇咬伤,碰巧旁边就有一个幸福树,那真是太幸运了。 幸福树可解蛇毒,对跌打损伤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幸福树顾名思义,风水寓意家庭幸福和睦,可以在家中摆放一棵。 祝福全家人幸福安康。 如果你喜欢盆栽植物,也想在新的一年试试顺利。 小酱汁建议你不妨也在室内放置一盆代表好运的盆栽。 这样不仅能在装饰房屋的同时,还能给你带来各种良好的运气,何乐而不为呢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。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